科技實擺 請了Sammy 上來 再次講一講FPGA的應用層面 Sammy 我們上一集提及FPGA的技術 現在FPGA從應用層面上的趨勢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將來是怎樣 過去FPGA開始的時候 是做一些很簡單的Glue Logic 系統出貨前有問題 測試有問題 加舊東西去證好它 這是家人士融化 但現在演變就厲害了 我講一講我以前的舊公司Alterra 它前年17億美元賣給英特爾 甚麼原因 很厲害 為甚麼英特爾賣呢 英特爾有了所有麥克風產品 因為FPGA就是將來最強勁的製作機器 現在已經賣得很狠 在Microsoft 他們全部用FPGA來做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基本 所以FPGA現在已經開始了 是可以允許這個 是可以允許這個 即是以前就用為做debut 即是基本上你做新一顆chips 之前就用FPGA來測試 是用為做debut用的 用為設計的邏輯 或者這樣說 但到現在的階段其實是靠計劃 還有很多很高級的解決 其實都是在用BGA 其實都是在用BGA 因為原因是快 是 沒錯 它是計算是很特別的 譬如做資金計劃 做一些很視頻的製作 是做得比傳統的製作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 我理解的就是攝錄器 它是不需要太多軟件的東西 它是用硬件做軟件的東西 那當然是快一點 沒錯 正確 將來會是怎樣的 將來趨勢 將來趨勢就是 這個所謂的概念 攝錄器不是一定是最高端的 一定是將這個攝錄器的概念 推進去 譬如在任何周邊的物件 鏡頭、工具 直到手機 例如現在手機已經在用BGA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iPhone7已經有一顆BGA 雖然現在裡面的用處 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功能 但你看到歷史上 由簡單的功能 將來一定會演變做一些 增加計劃 幫助手機做一些學習的東西 同一個概念可以用到其他所有的IoT 例如現時我們傳統的很多電腦 全部要人手進入 但當你有FPGA技術 將來應該會做到所有的電腦 變成一個交通機器 很簡單 你現在看亞馬遜的Echo 全部都是用聲控的 但將來如果有加上FPGA 它會更加聰明 所以FPGA是一個 智能力的解決 你加上去好像一顆聰明斗 你將那個系統變得更加聰明 因為基本就是它可以在同一個耗電量裏面 做多很多計劃 不用說各樣東西 譬如你放了一個FPGA在一個Echo裏面 你可以做多很多計劃 你不用各樣東西走到博士裏面做 你只要有很多安全的東西 可以在地區裏面做 即不需要在雲端的電腦 可以在做中端那裡 沒錯 這是必定的 你只要看到FBGA 初組很普通的東西 現在變成在機械智能力 但將來我們在家 在其他地方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要有智能力 這個趨勢 你基本上是所有的器材 因為它都需要聯繫 都需要給它智慧 給它機械智能力 所以它變成電腦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器材 都需要有芯片 沒錯 所以芯片應該是FPGA 還有一些電銅芯片 沒錯 現在有一個機會 因為傳統技術 做不到這麼小的形狀 和耗電量 現在的技術已經證明了 可以進攻這個市場 好 今天我們多謝Sammy 跟我們分享了FPGA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希望未來的將來 Sammy可以再跟我們分享多些它的發展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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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這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